冷氣在今時今日真是很重要 冷氣亦令今屆巴黎奧運受到另類關注 不過不僅止法國 在對岸的英國 由一架飛機都遇到沒有冷氣的問題 Kathy和家人在英國參加畢業禮 飛回香港前 打算順道去泰國玩幾天 甚至還沒出發,先驚嚇 一上機就很熱 平時上機都會有冷氣 但當時是沒有冷氣的 原地是7時25分的上機 計劃上機,是準時上機 8時30分的上機 他宣佈有少許機檢問題 結果繼續等著等等 完全沒有冷氣和空氣 當時12時多就說真的不行了 要下機了,要住酒店了 第二天早上10時半來載我們去機場 下午3時的機機 以為一晚之後可以順利起飛 繼續旅程 上到機,歷史又再一次重演 沒有冷氣之餘,還要繼續等 一上機,又完全沒有冷氣 已經害怕了 到了4時多 很多人已經受不了了 小朋友、小孩子在哭 脫衣服 說我們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那些空姐等人跟我們說 就說是有少許問題 但是會搞定的 忍耐忍耐 後來有人就說報警 就說你們現在是不是禁錮 有少許問題 因為受不了,人不開門 聽到我們收入報警後 就過了半小時 他就說讓你走出那個機 走廊就沒那麼熱 相距差不多三小時 最後有人說我會訂化 會死人 結果就開門 讓我們去後機室 下完機,再上機等多一小時 等了22小時的Katy一家 這次真是可以出發去泰國 到起飛機時我們都擔心 因為當時已經7時多了 仍然沒有冷氣 那麼就跳起飛 去到上空15分鐘後 就開始有少許冷氣出 那個機組人員 他自己跟我們說 他說我20年來 我也是第一次來做這樣的事 但是上頭沒有命令 他上層沒有人去處理過 所以他們是不可以做任何的 那個客服 那個投訴部的各樣東西 什麼都說 我不知道… 我是沒有想過會這樣 曾經都還是… 整間航空公司是沒有人去處理的 就著這件事件 我們電郵向有關航空公司查詢 但截稿前仍然未收到回覆 主角公司 我現在是是 你會說什麼 動輪 是 我現在是